台湾鹅南 开稿咯 大家好 欢迎来到灌篮高手巅峰赛经典赛事 我是今天的主播 台湾鹅南 接下来介绍我们的出场嘉宾 首先 左方还没开赛 就在气愤传奇仔三井兽 号称全冠高最容易被气愤的男人 现世篮球手第20名 我们来看这场比赛 他能不能立挽狂澜 对不起这位传奇者 我真的很抱歉 下一位 号称射手杀手 长谷川一致 灌篮高手牌位不过是个绿牌 究竟他能不能和高沙一马一起带着三井起飞呢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我不会让你得超过5分的啦 接下来 号称全冠高最恶心的男人 全夫最强第5名 高沙一马 究竟他能不能和这个组合一起蹦出新智慧呢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我来挡猜 给你大海一般的困难 通通给挡烂 接下来 介绍右方出场成员 首先第一位出场是电堂宅 光头银幕第4名 屈极篮球手 跟集训花形同一队 看来这场对于左边的高沙来说 势必是一场苦战啊 电堂宅幕要翻回本领啦 下一位 电堂宅 人称铁木针的藤真剑司 第24名 现世篮球手 获得了双版的他 相信这场就算再铁 应该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跟你们说 我在练习的时候 有练习投100球都没进 下一位 集训花形冠篮高手排位 31名 屈极篮球手 究竟他能不能用他的补篮 只手遮天呢 不必再放水啦 我跟你说 我在练习的时候 藤真几球没进 我就补几球进啦 哇 这场比赛看来会有一场激烈的战斗啦 这个双方的阵容可以说是伯仲之间 谁都互不让谁啊 首先我们进入跳球环节 究竟会是櫻木还是高沙跳到的球呢 好 首先 高沙竟然跳赢櫻木啦 哇 接着三斤马上顶投一球 当然第一球 我们都知道一定是不会进的 篮板被对方抢走 接下来 哇 号称铁木针 竟然第一球三分直接开虎啊 好 接下来轮到对方开球 接着高沙一个漂亮的党拆 正想说这球会进了 结果没想到三井又放枪 高沙抢到篮板 准备给双雾三双雾三双雾一个后撤 结果竟然撤到三分线去啦 天哪 补上一个我的失误 来让队友不要气愤啊 接着腾真一个妙传给花型 花型 哇 高沙这个时候犹豫了 果然防守这东西是不能犹豫的 尤其是防守花型的勾手更是不能犹豫 一定要輕輕的逼著他 接著三景一樣持球 一個後撤結果被藤真送了一個麻辣鍋 接著三景一樣持球 又要來嘗試一次三分嗎? 哇!結果又嘗試一次 然後又沒有進天啦 這個時候隊友應該已經開始氣氛了吧 三景接著在嘗試 長谷川一個後撤空位出手 結果...還是沒進啊! 好的這球的籃板由高砂一馬拿下 接著三景又要來嘗試一球三分 結果還是被藤真蓋掉 哇!這個藤真的反應實在是挺快的啊 好的我們可以看到長谷川在剛剛的防守當中也是猶豫的 所以又被花形順利的勾進了一球啊 唉!花形真的是太難守了 接著三景又嘗試頂投一球 還是沒進 由對方搶下籃板 藤真又要來嘗試一球了嗎? 結果是花形 花形來一個... 哇!來一個突然的灌籃 結果沒有進失誤了 接著藤真持球 準準秒投了 櫻木一個虛晃 結果長谷川竟然漏掉這一球 哇!已經進入了0比9的劣勢啦 通常這個時候隊友應該是已經開始氣氛 按投降放棄不打了吧 結果三景馬上再一個轉身上籃 拔得投籌2分 終於破蛋啦 接下來輪到對面進攻藤真 拿掉球就一個後仰空位出手 結果竟然沒進 果然是不愧對於鐵木針的稱號 不過... 果然如同我們預料的一樣 花形還是將鐵木針的球給補進了 接著三景打到球 來一個後側3分 結果哇!進了 這樣子就變成了6分之差啦 果然這個時候紅隊感受到了144的希望燃起了 接著球給藤真 藤真導傳給花形嗎? 沒錯!導傳給花形 花形一個大絕招 有沒有蓋下來?沒蓋下來 哎呀! 接下來輪到紅隊進攻 三景首先持久 把球傳給了高砂 要實行一個擋拆戰術嗎? 沒有! 高砂把球傳給了蒼古川 長過了一個樹頭 三球空位出手沒進 這球應該是要進了吧? 好這個時候高砂一馬按了一個好球 正覺得要籃起希望的時候 三景又被晃到 又被藤真投進了一球3分球啊 天啊!這個情況可以說是對紅隊來說 非常非常的絕望啊!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紅隊依然沒有放棄 三景把球PASS給藤古川 藤古川一個漂亮的閃電投籃喔 馬上又還以顏色 還了一個2分球 不過雙方還是有7分之差 哇!這個分數看來是很難追 尤其是只剩下2分鐘 應該是真的非常難打了 哇!結果這個時候花形一個開秀 竟然是一個普通上籃輕鬆拿下2分 我相信喔 大部分人到這個時候 應該是已經開始計分放棄比賽 雞媽按投降了 結果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看到 三景依然沒有放棄 結果投出去的時候 原以為相信高砂會搶到籃板 結果高砂還是沒有搶到 接著藤真又要來嘗試193分了嗎? 好!結果果然不愧 對於鐵木真的很好 不過這場他已經表現得算是非常好了 花形想要來嘗試一個空階 結果哇! 五川漂亮的把藤真這一球蓋下來 三景又要來嘗試193分了嗎? 沒有!三景終於會倒球啦! 不再自幹把球藏口傳過川 輕鬆得進空位2分 好的我們可以看到雙方的攻勢 是你來我往的 誰也互不讓誰 不過雙方仍然有7分之差 這個時候藤真嘗試來頂1球 結果進了 天啊!現在剩下1分半了 比數還是有9分之差 結果這個時候紅隊竟然還沒放棄 結果三景獸 這個時候終於開大了嗎? 整場都沒開大了 他這場終於開大了 結果還是沒進 接著三景一個漂亮的轉身 騙過所有人 來到一個空位3分 哇!這樣把分差拉到6分了 這個時候紅隊燃起的希望高砂打了好球 三景又被晃倒 這個時候藏口傳一個細節撞停 好!藤真一樣持球 接下來 欸?! 為什麼花形在發呆難道花形是演員嗎? 不是!他應該是要讓子彈飛一下 結果這個時候 哇!櫻木一個虛晃灌 又騙了所有人 分差一樣來到8分 只是那1分鐘了 到底能不能追回比數呢? 三景開大的他呢 仿佛就如同無敵一樣 他以為他真的無敵 結果還是被櫻木蓋下來 這個時候 哇!唷!同樣有3分 哇!這個時候分差已經來到5分了 哇!這場比賽實在太刺激了 搞得我都要尿尿啦 接下來一開局 一樣是藤真倒球 傳給了花形 花形打算拖時間嗎? 原地運球了幾下持後 球一樣PASS給藤真 接著櫻木拿到球 藤真一個後仰 結果被長谷川蓋掉啦 接著三景又要來嘗試頭3分 開打他果然是所向無敵的 好!繞出了一個扣位3分 這個時候分差竟然來到只剩2分了 哇!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希望跟氣勢全部都是在紅隊這邊 僅剩2分的悶差 接著 藤真又來的頂了一球3分 還是沒進 哇!究竟這一球可不可以把烈士捐過呢? 結果又被櫻木蓋掉了 三景再轉出了一個空位 領先1分啊! 各位看到了沒有 三景獸永不放棄的男人啊 接著藤真拿到球 又一個空位3分 進了 徹底的打碎了紅隊的希望啊 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看到三景持球 準備要來一球嗎? 結果 哇! 三景沒大了 難道這個比賽就這樣了嗎? 沒有高砂搶到球了 給三景三景一樣 要來嘗試一球3分嗎? 三景來個後撤 可惡 馬上以來個後撤 可惡 出手進了 又回到領先1分的局面 時間剩下7秒中 最後一波進攻要由誰來進攻呢? 滑行持球看來是要由滑行開大的 究竟這球能不能 蓋下來 蓋下來的高砂一馬 把這一球關鍵的大招給蓋下來 漂亮的火鍋 結束了這一場 精彩絕倫的比賽啊 哇! 我們可以看到這場比賽從一開始的落後9分 到最後把這個分差追回來到 要顯勝1分 哇! 這一切實在是太戲劇化了 而這場比賽啊 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場比賽是一場巔峰賽啊 各位 要是你在開局落後9分 剩下一分半 還是落後9分的情況下 你會願意不棄分隊友 把分差追回來 永不放棄嗎? 希望可以透過這場比賽 告訴大家 有的時候 輸的不是比賽 而是你的態度 磨玩的這款遊戲 叫做灌籃高手 象徵著我們的青春 也象徵著永不放棄 祝大家有個美好的一天 我是台灣耳男 我們下部影片見 大家 掰囉!